继台东释迦之后 大陆22号宣布 即日起恢复台湾地区 石斑鱼输入大陆 目前共有屏东等 7家企业获准 这一消息 让当地养殖户相当振奋 因多次从台湾地区 输往大陆的石斑鱼中 检出孔雀石绿 结晶籽禁用药物 及土酶素超标 海关总署自2022年6月13号起 暂停了台湾地区 石斑鱼输入 相隔一年半 22号禁令解除 台湾养殖户听到这一消息 都很振奋 那我们对家当然是很兴奋 很开心啊 对不对 中文一块输出了 很期待啊 在大陆市场关闭期间 当地养殖户检查2到4成 只能在台湾内部销售 或销往香港 东南亚等地区低价销售 长时间就是价格低的话 移民也是撑不下去了 目前共有7家企业 获准重新将活的石斑鱼 销到大陆 其中6家在屏东 方辽临边等地 一家在高雄永安 磅